聚焦今日時事 縱觀美國資訊 歡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國 我是主持人辛農 今天是9月2號 下面請看詳細報導 9月2日 2022年勞工節長週末拉開帷幕 專家預測 這可能成為3年來最繁忙的旅行週末 外出旅行人數將恢復到新冠疫情爆發前的水平 據美國汽車協會調查 有32%的美國人計劃在這個長週末出行 最受歡迎的出行方式是開車 超過80%的受調查者說 他們將在這個長週末開車出行 美國汽車協會大西洋中部發言人蒂德維爾說 AAA預計9月2日星期五將是這個假日週末最繁忙的一天 因為我們可能在週五下午看到旅行者和通行者一起趕去海邊的局面 在上下班高峰期去海灘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 旅遊應用程序的數據顯示 今年勞工節長週末將有1260萬名乘客從美國各地的機場起飛 該機構早些時候預測 9月1日和9月2日將是最繁忙的日子 而9月5日將是旅行者返程的高峰期 紐約新澤西航港局預測 勞工節長週末 該地區的機場將迎來180萬名乘客 仍比新冠疫情爆發前少大約2% 同時 多達420萬輛汽車將通過港務局的橋樑和隧道 洛杉磯國際機場的官員估計 近幾天將是2020年以來最繁忙的勞工節 長週末 9月1日到9月5日 從該機場出發的旅客總共會有45.6萬人次 這個長週末外出旅行人數激增 一個重要原因是油價持續下跌 自6月14日創下美加倫5.01美元的歷史最高紀錄以來 全美普通汽油零售價均已回落1.13美元 9月2日 聯邦勞工統計局發布了備受市場期待的8月份美國非農就業報告 該報告顯示 儘管美國經濟增長乏力 但從就業人數去穩健增長 同時 隨著更多人重新進入勞動力市場 美國失業率有所上升 根據該報告 8月份 全美非農就業人數增加了31.5萬 略少於華爾街經濟學家預估的31.8萬 失業率小幅回升到3.7% 比預估高了0.2個百分點 過去3個月 美國企業平均每月招聘37.8萬人 遠高於新冠疫情出現前的水平 但比去年有所減少 8月份 新就業人數最多的行業是專業和商業服務業 有6.8萬人 其次是醫療保健業和零售業 分別新增4.8萬人和4.4萬人 而在經濟復甦期間 作為就業人數增長主力的休閒及酒店業 8月份僅薪僱3.1萬人 每月平均新增9萬人的水平 另外 8月份製造業新增2.2萬人 金融業新增1.7萬人 批發貿易行業新增1.5萬人 8月份工資繼續上漲 但是漲幅略低於預期 當月全美平均時薪比7月份增加0.3% 比去年同期增加5.2% 均比預估低0.1個百分點 美國就業需求依然強勁 讓試圖抑制高通脹的聯儲會面臨一個兩難境地 加信理財首席投資策略師松德斯指出 這是一個獨特時期 勞動力市場仍然相對緊張 就業仍在增長 但公司開始宣布凍結招聘 一些公司已經宣布裁員 這很可能是一場衰退 但你不會在勞動力市場上看到大多衰退中的那種大規模裁員 由於新冠疫情期間供需失衡 聯儲會和國會連續出台大規模紓困措施 加上俄歐戰爭引發能源危機 物價不斷飆升 通脹率達到40多年來的最高水平 聯儲會試圖通過大幅加息來壓低通脹 預計加息會一直持續到明年 最近幾天 聯儲會重要官員警告稱 他們無意放棄緊縮政策 即使停止加息 聯邦基準利率也會在一段時間內保持在高位 聯儲會尋求政策影響的一個關鍵渠道 就是就業市場 除了強勁的招聘勢頭 空缺職位數量 與可用員工的比例接近2比1 都給工資上漲帶來了壓力 並形成了一個反饋循環 不但推高汽油價格和食品價格 而且推高住房成本和其他各種費用 隨著新冠疫情期間 異常火爆的美國房地產市場迅速降溫 全美賣房者開始緊張起來 房地產網站的最新數據顯示 8月份 全美五分之一的賣家降低了賣房的要價 而一年前的比例僅為11% 而在線經紀公司Redfin發布的報告指出 在截至8月28日的4週裡 房屋價格在近18個月來首次低於要價 房屋銷售價與掛牌價格的平均比率降到了99.8% Redfin指出 自2021年3月以來 該比例從未低於100% 同時 房屋銷售進度遠遠慢於6個月前 當時 強勁的需求與緊張的供應形成了鮮明對比 買家爭相加價 愁為常態 賣家往往能在一個週末內就簽下合同 8月份 房屋掛牌代售的時間比一年前平均多了5天 這是2年多來該數字首次出現同比增長 另外 市場上代售房屋的供應量也在快速增多 比一年前大增了近27% 全國房地產經濟商協會公布的報告顯示 今年7月 全美房屋簽約的銷售量比2021年7月減少了近20% 所謂簽約銷售 指的是房屋買賣雙方已經簽訂合同 但是還沒有完成過戶手續 也就是交易上代完成 首席經濟學家黑爾說 對如今的許多買家來說 代售房屋數量增多 去在了他們在過去兩年裡的緊迫感 當時存房稀缺 由於這種轉變再加上抵押貸款利率上升 8月份的競爭繼續降溫 掛牌價格趨勢表明 購房者正在物緊錢包 8月份全美房價掛牌價格的中間值 比2021年8月低了14% 比2019年8月低了近42% 自今年1月以來 美國房屋抵押貸款利率持續回升 到6月份達到了近期的最高點 然後在7月份和8月份的大部分時間裡略有回落 然而 抵押貸款利率最近重新走高 現在幾乎追上了6月份的最高水平 Redfin的首席經濟學家費爾韋瑟指出 今年勞工節過後 經濟放緩可能比市場超緊張的前幾年更嚴重 預計房屋會在市場上滯銷 而這可能會導致賣家降價的比例小幅上升 9月2日 有報導說 聯邦財政部的官員證實 國稅局無意在其網站上發布了涉及12萬人的隱私信息 並在發現錯誤後刪除了數據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 這些數據來自990T表格 對於擁有個人退休帳戶的人來說 如果他們在這些退休計畫中獲得了某些類型的業務收入 通常需要該表格 國稅局披露的信息包括姓名 聯繫信息 和個人退休帳戶內收入的財務信息 9月2日 財政部再發給國會主要成員的一封信中確認 其中不包括社會安全號碼 完整的個人收入信息 或其他可能影響納稅人信用的數據 像大多數向國稅局提交的個人稅表一樣 這些表格應該是保密的 但是 如果慈善機構擁有不相關業務收入 也被要求提交990T表格 並且這些文件是公開的 國稅局和財務部把這些問題歸咎於去年990T表格 開始電子歸檔時發生的人為編碼錯誤 這些非公開數據被錯誤的包含在公開數據中 所有這些數據都可以在該部門的網站上搜索和下載 最近幾週 國稅局一名研究人員發現了這個錯誤 從而引發了廣泛的調查 導致數據被刪除 按照聯邦法律的要求 國稅局9月2日通知了國會 受影響的納稅人將在未來幾週得到通知 財政部負責管理的代理助理部長羅斯 當天在信中告訴國會議員 國稅局正在繼續審查這個情況 財政部以指示國稅局迅速審查其做法 以確保採取必要的保護措施 防止未經授權的數據披露 9月2日 一位聯邦地區法官解封了一份更詳細的清單 上面顯示了8月8日聯邦調查局探員 突襲前總統特朗普佛州海湖莊園住所時 究竟查獲了哪些東西 由特朗普任命的法官坎農正在考慮是否應特朗普團隊的要求 指定第三方機構審查聯調局查獲的這些東西 9月1日 他在佛州舉行的一場聽證會上下令公布聯調局查獲物品的完整清單 該清單顯示 機密文件與個人物品和其他東西混在一起 存放在他們的箱子裡 其中包括1.1萬份非機密的政府文件 在一個盒子裡 除了標有機密 秘密和絕密 分類標識的文件外 還放了99份雜誌 報紙 新聞文章 而在其他幾個箱子裡 機密文件與新聞簡報 衣物和禮物混放在一起 法庭文件還列出了從海湖莊園查獲的機密材料的標記類型 包括18份標記為最高機密的文件 54份標記為秘密的文件 以及31份標記為機密的文件 此外 聯調局探員還查獲了超過48個貼有機密標識的空文件夾 以及42個標有交還給幕僚秘書或軍事助理的空文件夾 但其中的文件不知去向 9月2日 坎農還解封了海湖莊園所查獲物品的審查情況報告 在該報告中 規員們寫道 截至8月30日 調查小組已經完成對從海湖莊園查獲材料的初步審查 報告稱 所有帶分類標記的文件都與被查獲的其他物品分開 並按照有關保密材料安全的適當程序存放 司法部指出 根據標準的調查慣例 集團隊正在繼續評估所有被查獲的物品 並將在採取進一步措施時利用這些物品 例如 額外的證人質詢和大陪審團活動 報告寫道 此外 與查獲物品有關的所有證據 包括但不限於它們存儲的性質和方式 以及與特定文件或相關物品有關的任何證據 都將成為政府的調查提供信息 9月2日 特朗普政府的聯邦司法部長巴爾告訴媒體 他的前老闆卸任後 保留政府記錄和機密文件毫無道理 並且誤導了司法部 特朗普下臺後 一直不肯交出他從白宮私自帶走的文件 逼得司法部採取行動 叫聯邦調查局抄了他的家 9月2日 巴爾談到司法部此舉時 對福克斯新聞說 他們呼籲了一年的自願行動 但在此事上被欺騙了 因為覺得自己遭到欺騙 他們才去申請 並獲得搜查令 巴爾支持司法部稱那些文件屬於政府 而不是前總統 他說 我想不出一個合理的理由 如果他們是機密文件 那他們就不應該被帶出政府部門 從政府部門帶走 巴爾還對特朗普已經解密所有文件的說法提出質疑 他說 坦率講 我對我解密了一切的說法持懷疑態度 我認為這是非常不可能的 9月2日 一份新出爐的調查報告顯示 大多數人希望雇主給他們增加工資 以此來對抗高通脹帶來的壓力 諮詢公司進行的勞工節調查發現 87%的人認為他們應該得到 與通脹升幅相當的加薪 而近三分之一的人擔心他們的工作是否穩定 通貨膨脹也會影響民眾 長週末的出行計劃 油價是其中的主要因素 有44%的受調查者稱 由於汽油價格比去年大幅上漲 他們不大可能外出旅行 根據美國汽車協會的數據 截至9月2日 全美汽油零售價均為每家輪3.80美元 加州的價格最高 平均每家輪為5.20美元 調查發現 有58%的受調查者說 他們的經濟狀況不比一年前好 約55%的人說 他們不打算在勞工節假期旅行 德州理工大學經濟教授諾埃爾說 今年的通貨膨脹幾乎推高了所有商品的價格 但我們看到的創紀錄的高通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能源成本和勞動力短缺推動的 而勞動力短缺迫使雇主提高了工資 他指出 對那些已經漲工資的人來說 通脹壓力很大程度上可以抵消 以上就是今天今日美國的全部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同時也歡迎大家關注並訂閱格率傳媒頻道 獲取更多精彩內容 以上座標的名點 10分以上座標的中間 10分以上座標的中間 10分以上座標的介紹 購物是無議席的就是以為